十二強中華隊九號從桃園搭機飛往日本 週一展開第一場副賽面對墨西哥 成功晉級週日四強戰的話 等於七天內要打無償比賽 短時間高強度的賽事 體能調節顯得更為關鍵 其實這種強度就是你平常 你要把最好的人 就是你要你要把體力 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比賽 所以平常就盡量做一些衝刺 就是能不要投球就不要投球 其實說打短期比賽 體能當然是相對重要 只是說還是會專注在於比賽的場上 當然有時候像昨天我們放假 還是有人去做一些肌力訓練之類的 或是恢復放鬆還蠻多人去做的 就是可能短期比賽 那時間不多 只有自己少時間去做一些 可能可以補強的東西 賽當然就是那些伸展動作 比較以前沒有做過的東西 然後蠻有幫助的啦 我覺得啦 對啊 然後可能大家覺得陌生 可是我覺得是對球員是保護的 本屆中華隊的體能教練林衛軒 過去是南英商工的球員 第一次進入城邦國家隊服務 怎麼設計課表讓旅美旅日和中職球星 能夠快速吸收 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我透過運動科學的方式 再去做訓練的設計安排上 其實沒有分所謂美式或是日式的方式 其實我一開始進來帶 我也是希望在 因為大家畢竟都從不同的隊進來 所以我的角色有一個部分 是希望讓大家的氣氛 就是可以收視熱身的最後 我有做一個 就是跟隊友做一個鼓勵的方式 儘管棒球場上很重視備份倫理 不過體能教練的哨音 得暫時把這些放在一邊 專注協助 過手調整 以上是我來提示小英超 黃華君 我們在日本東京做的採訪報導